来到荒郊野外修个店 听说这个故障不好搞 先看一下什么故障现象 一喝这个渣吧 中渣就跳 一喝这个渣 中渣就跳 不知道怎么停 晚上今天没有电也不知道 今天才起来了 古古家起来就没有电 一直都 跳了 哪里跳了 我说这个漏电跳了 这是怎么的 这个渣就是个中渣 跳了 当地方言能听懂吗 就说这个电渣 这要一喝 那个总渣必跳 那这房主那么一说 这个漏宝下面的几路线 肯定是有漏电的 现在是所有的电渣 都是拉下来的状态 那就看一下这一个电渣 这也是一个漏电保护器 但是这个接线 是不是看着感觉有点不对 我得确定一下 是不是接线不对 那就先把那边送上 把这个电送 这不就是这个吗 一送 这是零线吗 谁接的这是 不 你们的电谁给接的 这是个火线呢 火线的电压还低 比其他两项都低 这是个零线 零线现在带电 你看电闸虽然拉下来的 下面还是带电的 它接错线了 这是火线 看下面这些线都带电 因为它有回路 形成回路了 你看这样多危险 都带电 那么这一块先那个先都拆了 重新给它接一下 这接的不对 就是把电线给它正确的接法 接完以后再试试 看还跳不跳 再把它改过来 这要接 这要接 很危险 这要接 上下都改 这箱续被跟人接错了 下面这几路线是接的那边这个集装箱小屋 现在那边用不了电 从盖上过去的 好了 线路改过来了 零接零 火接火 这样接才是对的 送电那边 这侧的电压也正常了 啥都正常了 这才是零线的 拉了以后 下面就不该有电 现在节线正常了 还跳闸吗 送往电试一下 送一下啊 我这边送电了啊 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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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送就跳 拆下来车路电吧 拆下来车路电吧 我现在在拆楼 把路宝下面的线都拆下来 先用指针万一秒来测楼电 达到城市开挡 测楼电对阻灵来测 每一根线 测的确实不露电 那它为什么一送电就跳呢 然后再上摇表测每一根线对大地 看还都不露电 都很好 不露电 既然线路不露电 它为什么一送电就跳呢 所以说这个很疑惑 那就一路一路往上接一下试试 它这不是一路线 没事 好那就把这俩接 送一下 送了呢 来送这边 跳吗 不跳 跳了 这一路用不了啊 这一路线就是接着它几个房间 是它房间的线路有问题吗 去它房间看一下 它的房间都是集装箱 它没说下雨的时候根本收不上电 去它屋里看一下 这是个干工程的师傅 屋里有漏宝 有漏电保护器 但是屋里的漏宝都不跳 它没说每个屋都有漏电保护器 但是都不跳 那就拉掉这每个屋的总扎 还有就是它们室外这些接线有点乱 是室外这些线有漏电吗 这样几个屋的总扎拉掉之后 再过去把这个主线给它通上电 先把这个总扎送上 然后再送这个分扎 现在下面只接这一路线 再送上电 看它还跳不跳 没跳 这又没跳 然后把所有的线路都接上以后 再送上电看一看 总扎送上电以后 再和分扎 跳没跳 没跳 现在再测量电压 这是有电的 正常 去那几个房间看一下 因为现在房间的电闸都是拉下来的 先看这个第一个房间 你看就是这个电闸合上以后 那边的路包就跳 那这么说是这个屋的电路有问题咯 先把电闸拉下来 再来总扎再来看一下 跳的还是总扎 总漏电保护器 真奇怪就是跳它 你看 再一个都不跳 这样来看就是那一个屋的电路有问题呀 这个屋 它没说这个灯出现过问题 一开就跳 然后 再看一下还有其他的电器在用电 还插些插座 插些冰柜啥的 把这些插座都拔掉呢 看一下是电器的原因 还是电路的原因 拔掉这些插头 然后再合闸送电 看一下跳没跳 哎 有电 这次没跳 是哪一个插座的原因呢 再猜一下这个事实 哎 没了 没了 一插就没了 这是啥呀 这个插牌插了两台冰箱 然后拔掉这两个冰箱 是冰箱的问题吗 单独测量冰箱的插头 两个冰箱都不漏电 很正常 那这个插桌再插一下试试 就插头 这不是灯掉呢 嗯 也没跳啊 那是这个的问题吗 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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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冰柜的问题 看一插的就跳 有没有接地 这冰柜同电 小加速机同电吗 这个可以试一下 我手动 把温度给它调低 调高 让压缩机不启动 然后把冰柜的插头插上电 现在没跳 然后我手动去调这个温控 让压缩机启动 就是压缩机启动的瞬间 看那个电闸跳不跳 它这个就是在压缩机启动的瞬间 露宝就跳了 那这种情况一般都会认为是压缩机有问题 我在想 它家里的电器 除了这个冰柜一插电就跳之外 其他的电器一插电会不会跳 它这有个切割锯 可以擦一下试试 把它插头插上电 看这个它也跳 不是我就说这个冰柜啥都正常 为啥压缩机启动的也跳 这么一用这个它也跳 所以说我还是怀疑 外面的问题 每一次都跳总漏宝 总漏电保护器 那是 呃 总扎不好吗 继续往下查 跳了 另外啊 它跳了 在这是接啥的 这是 接谁家的 因为这个漏宝是个鞋的 这个漏宝不好吗 难道 哎 哎 你擦一下这个 这个线 你摘下来 这个线接不接地 看这个线接不接地 对 这个箱子不行 对 主灵 主灵擦一下 看 它这个线是接地的 对地 擦地上 哦 擦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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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看看 这一家 再来一下 嗯 所以说 这一家的店有问题 对 把这一家不接的情况下 你再送上店再擦 现在压紧了吗 哦 压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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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再送 送电 这个不能送 那个不送 哎 好嘞 这就 这就可以再开 再擦 这擦 开你来 开你来 这有个包鞋 不会开的东西 这有个包鞋 好嘞 一擦就跳了 原因 这个线接地了 这是谁家的电缆 这是 这是咱家的 我家的 也是你家的 这个头那一头接哪去了 应该这个领我去看一下 电缆那一头 在一个小树林里边 但是这个电缆这一头 啥也没接呀 包起来了 线头是包着的 粗细不一样 这个粗 那中间还有街头 去找那个街头 街头在这 直接看街头这个位置 出现了什么情况 很明显 这个钢丝绳和零线 磨在了一起 这就导致零线漏电 接地 总是挑漏宝 用不了电的原因 就在这 这样把钢丝绳和电线分开 再做一个防护 坦白这个电缆线是废掉的 很早就不用了 也不送电 谁也没想到是零线漏电 这样把电路恢复 核砸送电 电路一切正常 好了 这样我们就完成了这次电路的检修 感谢您的观看 请多多指点